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受到俄乌局勢持續不穩 美國聯儲局、緊縮貨幣政策和加息預期等不利消息困擾 令到今個星期的北美股市走勢波動 美國十年期債息更創下三年來的新高 隨著股票市場踏入今年的第二季度 投資者又應該怎樣部署和調整自己的投資組合呢? 不是今晚的財經一週就請來專家為大家分析一下 美國聯儲局日前公布3月議息會議紀錄 官員指未來或需要進行多輪加息 而聖路易斯行長布拉德表示 聯儲局需要將利率提高至3.5里 以應對高通脹 美國十年期債息突破2.7里 創下2019年3月的新高 不過市場只望下個星期企業業者公布期 再加上本國失業率下跌至5.3% 北美股市今日個別發展 幸好是說因為沒有再多一些負面消息出來 所以變成Down Jones和多倫多指數都比較做好些 唯獨是科技市場比較偏淡 我想由年初到現在科技市場都比較反覆 特別是Netflix的指數 國鴻花表示 隨著各國經濟重開令科技需求上升 但鑑於過去科技股增長零來 投資者對自己的投資組合重新評估 傳統企業包括銀行和金融裡的股票 將會繼續受到追捧 而鑑於國際能源署釋放石油儲備 令到供求緩和 原油價格在今個星期下跌 售涉部每桶97.84美元 郭鴻花預計相關情況有機會持續 另外他認為後市前景仍然樂觀 但建議投資者可以考慮採取收益投資策略 以防止未來市場再出現疲弱的情況 所以這次的資金是否仍然願意流入金融市場裡 做一個投資 所以看到每次到低位的時候 都要有一個明顯的反彈 第一當然要找一些股票或者一些組合 它是有比較穩定的派息的知識率 也能夠高過加息甚至通脹的情況 所以這個就是彌補了 因為通脹帶來所謂的影響你未來的購買力的情況 好了今晚的《財經一週》就講到這裡 今天晚上的《財經一週》就講到這裡